再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纳税义务人了 纳税义务人是谁呢 很简单 如果您是进口货物的 那就是收货人 出口货物的 那就是发货人 如果是物品呢 那就是进出口物品的 随身携带的人 你看这不就是进进 或者出进物品的所有人 包括推定为所有人的人 你谁带着 就是谁是纳税人 对吧 这个了解一下就完了 所以第一节很简单 你也会发现第一节 就前面的内容 都给您做铺垫的 给你讲一讲 关税 它是它的这个历史由来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由来 了解一下就完了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节 进口也好 出口也好 是有税则的 海关 哎呦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它都有税则 在这里面 离我们考试就有点远了 你看考试历年 在这从来不出题 首先您来看一下 说进出口税则 这一本书啊 它是以税率表为主体 通常还包括 实施税则的法令 使用税则的有关说明和附录等等 这个我们也见不着 知道一下就完了 他说税则的归类 就是按照税则的规定 将每项具体 进境或者出境的商品 按其特性 在税则中找出 其最适合的那个税号 对号入座 以便确定它适用的是 哪一种税率 然后计算关税的税负 然后进境的物品 依次遵循一下原则 归类表以列明的物品 比如说我进来的是皮鞋 那你看有没有列明的物品 如果澳有这个皮鞋 这一档就归入其列明的类别 如果没有列明的物品 按照其主要的功能 或者它的用途 归入到相应的类别 如果不能按照上述原则 归入到哪个类别 就归入到其他物品 然后第四 纳税义务人对 进境物品的归类 完税价格的确定持有 是有意义的 可以依法提醒复义 所以它归入到哪一类 可能也直接决定了它的税率 万一纳税人说了 我不应该归入这一类 我归入到这一类以后 我的关税税率怎么那么高 这时候它是可以复义的 了解就完了 我们也不会在这考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点 叫做关税的税率 这个关税的税率 跟我们比如说 在第二章第三章 学的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率 它还不是特别一样 比如说我们国家 只要你界定出来了 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 界定出来的是洗发水 对吧 只要是洗发水 那么它的增值税的税率 它就是13%的 谁 你在国内只要是卖的话 或者你从国外进口的话 它就是13% 它是一个固定的 然后你比如说 这个东西它交消费税吗 它不交就是不交 它不属于硬质消费品 它不算高档就不交 所以它在国内都是 是一就是一 是二就是二固定下来的 但是在关税这 它不一样 关税的税率呢 它体现出一国的政权 它体现出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 所以在这 大家给我看一下 关税的税率 进口货物的税率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说税率设置与应用 在我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 我们什么时候加入的 你要记住了 是2001年的11月份正式加入的 在加入之前 我们谈了很多年了 在加入之前 因为还没有正式加入 还没有正式坐在这个大桌子上 我们国家进口税则 就设有两难税率 一个就是普通的税率 一个就是优惠的税率 那要是优惠税率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比如说我们中国挨着日本比较近 我们可能跟日本之间 在于我卖给你东西和你卖给我东西 咱俩都互相给一个比较便宜的关税税率 这就是优惠的 如果说从来没有坐下来谈这个事 那就是普通的 所以原来就两个 要么是普通 要么是优惠 但是从我们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 我们国家进口税则就设有了好几种关税的税率形式 哪几种呢 有最惠国税率 什么叫最惠国税率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桌子上 周围坐的的全都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了 那好 这时候这是美国 这是韩国 这是日本 这是英国 这是中国等等 那么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以美国为例啊 美国就开始跟韩国说了 跟韩国说 韩国 你所有卖到我美国的皮鞋 我都给你11.5%的进口关税税率 你只要美国说了这句话 因为咱们可是关系都是一样的 咱们可都是WTO的成员国 你只要说了韩国只要把皮鞋卖到你那 你美国就说11.5%的 那好 我中国卖到你这 你也得说11.5%的 这就是最惠国税率 那叫最惠国 最优惠的 你给了他了 你得给我 因为咱们是一样的关系 看见了吗 这叫最惠国税率 那么除了有最惠国税率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协定税率 什么叫协定税率呢 比如说这是中国 这是日本 这是韩国 这三个国家 大家都知道 这是属于亚洲吗 咱弄一个小协定行吗 咱弄一个咱仨用的行吗 可以 这时候的税率就叫协定税率 还有一种特惠税率是什么呢 特别优惠的 比如说在这有一个老挝 老挝也加入WTO了 但是老挝说了 我比你们都穷 我比你们发展的都慢 那么这时候 中国说了 没事 只要你老挝 卖到我中国的牛羊肉啊 等等 我都给你最低的关税 但是我中国 把牛羊肉到 卖到你老挝去 你老挝该收高的就收高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比你富裕一点 所以特惠税率 就体验出发达国家 或者叫富国 对穷国的一种 照顾 那怎么叫照顾 你卖到我这的时候 我收低点的 让你多卖 多卖给我 然后我卖到你那了 你可以高点 你也保护一下 你们国内的一些农民们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特惠税率 还有普通税率 普通税率特别简单 就谁也不认识谁的税率 对吧 那普通税率 就是压根这个国家 就没在这个桌子上 就没进入WTO 那可不就是普通税率吗 还有关税的配额税率 这个关税的配额税率 比如说我们国家 对于棉花来讲 也是美国是农业大国 他把好多的棉花 都卖在我们中国 卖的还很便宜 但是我们中国 那农民不干呀 都买美国的了 我们种出来这棉花 卖不出去 那明天还重视不种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给一个配额 只要是配额之内的 我们响应 因为加入WTO嘛 你关税税率就不能太高 反正在关税的配额之内的 我们就低 就正比较低的关税 但是你超过这个配额了 对我国内的这个棉花的农民 产生影响了 我们就收高点了 对吧 这个税率 对进口货物在一定期限内 还可以实行暂定税率 你看又出现一个暂定 那么暂定是什么呢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你加入WTO了 相当于你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了 你进入一个世界大家庭了吗 我记得最清楚的 这个话是在疫情之前 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那时候在整治环境 所以全国呢 对于养猪的这个产业 就不怎么让干了 尤其是老百姓家里头 养个十头八头猪的 你别干了啊 你这对环境污染太大 所以忽然间有一阵 冬天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猪肉价格 涨得太厉害了 老百姓都吃不起了 但是中国可是消耗了 全世界一半的猪肉啊 那没有猪我们吃什么呀 所以当时国家就紧急的 跟所有的这些WTO成员国说 你们哪个国家有猪肉 赶紧卖到我这来 我都给你暂定税率 暂定税率一般来讲就是零 就是零管税 因为我们那时候吃不着啊 没有猪肉了 不够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暂定 暂定一般来讲 都是暂定成零 就是我们不收 你们谁有猪肉 赶紧卖到我们这 都不收关税 那你想想 要是不收关税的话 国内的这些饭馆啊 国内的这些 做活水的企业 那不就买进来的时候 就会很便宜吗 所以他们就大量的 都卖给咱们了 我们也买得起 对吧 所以你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说的 加入WTO之前和之后的差异 这就为什么之前给大家 讲一讲 什么叫世界贸易组织 有人就问我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是什么关系 就是前生和 这个后世的关系 就这么个意思 了解一下就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一个一个说 你看什么叫最惠国税率啊 最惠国税率 我跟你说 最早是由美国发明的 这个最惠国什么意思 美国第一开始 它不是最发达吗 它不是最早发展起来以后 它发现了 哎 我已经发展起来了 哎 我的东西越来越好 我还卖的挺贵 我利润挺高 我想卖给外国 然后这时候 你想你把东西 想卖给欧洲 欧洲也想卖给你吗 所以这时候就会形成了 美国经常跟欧洲 英国谈 跟英国谈文 跟德国谈文 跟德国谈文 跟荷兰谈 最后有一个总统就说了 算了吧 我就谈一个 我跟英国就件一件事 我就谈 比如说卖吸脸盆 咱就谈 谈完以后 所有的国家 同样的东西 咱就别谈了 就按照原来的规定走 就按照曾经第一次谈的走 这就是他们为了减少谈判的次数 也是为了无用功 哎呦 再谈一遍 对吧 那荷兰说了 哎 那个德国往你那卖的吸脸盆 你可才收2%的进口关税 那我卖呢 行行也二也二 这不就相当于是最惠国了吗 所以大家给我看一下 最惠国税率 相当于是从我们国家来讲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适用最惠国带预条款的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的进口货物 只要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还有相互给予最惠国带预条款的 双跌贸易协定的这个国家或地区 以及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然后也是适用于最惠国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是 有银箱有一些书包 你知道吧 就有一些的RV的包 都是原产于我们国家的 都是我们国家江浙地区做的 做完以后 拉走 拉到欧洲 拉到法国 再从法国进口 所以这时候 以及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进口的货物 也是给他用了一个最惠国的税率 这个了解一下 其实最惠国税率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他不想更多的去进行 无用功的谈判 只要我给了欧洲德国 那么你们所有的WTO成员国的人 都可以比照 你不也知道了吗 好 他卖给我 我说我7%收关税 谁卖到我这都7% 就这么简单 他就为了省事 再看协定 协定税内呢 是相当于是 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还有关税优惠条款的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 适用协定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小国 我们互相给予 怎么样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 特惠 是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 还有特殊关税优惠条款的贸易协定的国家 或者地区进口的适用于特惠 特惠你就记住了 就是 富国对穷国的一种照顾 然后 普通税率是最简单的 原产于上述国家或者是上述地区以外的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货物 以及原产地不明的 这在东西哪来的不知道的 那你不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 你是不是成员国国家呀 对吧 适用于普通税率 按照普通税率征收的进口货物 经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特别批准 也可以适用最惠国税率 这个了解得特别批准才能用最惠国 然后暂定 你们再看 暂定是在海关进出口税责规定的 进口优惠税率的基础之上 对进口的某些重要的工业 或者是农业的生产原材料 和机电产品的关键部件 我们和出口的特定货物 实施的更为优惠的关税税率 我们说过 一般来讲暂定都是暂定0% 然后再看配额税率 是指对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进口货物 比如说棉花 关税配额内的 适用关税配额税率 关税配额之外的按不同情况 分别适用于什么最惠国税率 什么协定税率 什么特惠税率和普通税率 那也就是说配额税率是比较低的 好 那么在接下来 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税率的形式 那怎么适用呢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我就从这举个例子 整个这个桌子上 坐的全是WTO的成全国 这相当于是互相都会给最惠国 这个优惠的税率 是吧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惠国的税率 那么比如说 咱现在举个例子 这是中国 这是韩国 看着啊 这是日本 这三个国家 他们在这个桌子上都说好了 只要是互相 假设卖书包 他们的进口关税税率 都是19% 在这个桌子上啊 整个这所有的成员国 都是19%的 那么忽然间 这三个国家不错 说咱们别19 咱仨更好 咱16 咱仨16 好 那么这时候就问 如果是在这三个国家 中国 韩国 日本之间 他们互相 这个买卖东西的时候 在进口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用16的 没错 应该用16的 没错 但是忽然间有一天 他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针对于书包而言 他不用19了 他用12%了 那就问大家 这个时候 你三个国家之内怎么办 你是跟隋大六都用12% 对吧 还是说 还用原来16% 那得看你们曾经的约定 如果你们曾经三个国家约定好了 不管他们多低了 不管他们多高了 咱都永远16 就16 如果你曾经没有约定好的话 那就隋大六用12%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怎么应用 大家看一下啊 进口货物税率的适用规则 说暂定税率 刚才我们说了 但凡用暂定的话 都是急缺的啊 像猪肉那急缺的 暂定税率 它是优先适用于优惠税率 或者叫最惠国税率 所以适用最惠国税率的进口货物 如果有暂定的话 肯定是适用暂定的 这个不用说 接下来 当最惠国税率 一旦低于或者等于协定税率的时候 你看看 你看 最惠国税率 第一开始这书包还19了 现在变成12了 它已经低于了协定税率了 那怎么办呢 你看在这儿 我们就提到了 协定如果有规定的 按照相关协定的规定来执行 协定没有规定的 两者从低试用 那就看 你们几个国家 这三个国家之间 曾经是有约定 有约定了 你们约定什么 约定说 不管多高多低 咱就用咱定好了的 因为它都是 我卖给你 你卖给我 谁也不吃亏 谁也不占便宜 对吧 你有约定的 按你的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 按低的 那肯定就12了 对吧 所以这个你看一下就行了 好 现在再看 如果试用协定税率 那就是中国 日本 韩国 有协定税率 对吧 还有特惠税率的 这种进口的货物 如果遇到暂定税率的情况之下 应当从低 正常来讲 暂定都是最低的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你三个国家好 你可能协定的 就特别特别低 那就是谁低 用谁 了解一下 就完了这个事 它是用最低的 所以你看 协定本来就属于 关系非常好了 特惠呢 也属于富国 对穷国的一种照顾了 如果又预认了暂定 那就是谁低 就按谁走 而还是我那句话 一般来讲暂定都是零 那肯定零是最低的 对吧 接着 说按照国家规定 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 进口的棉花 那么关税配额内的 适用关税的配额税率 关税配额外的 适用其适用的税率 那这个就是正常 该征 该征多少就征多少了 第二 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进口货物 如果采取了反倾销 反补贴保障措施的 其税率的适用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其实关于反倾销 反补贴 我们没有真正展开 知道一下 这个事就完了 正常该用什么税率 就用什么税率 好 说完了 这个以后 就是相当于是 进口的关税税率的应用 我们就说完了 那么再回来 大家再跟我看一下 我们括号一里面 说的都是进口 看见了吗 都是进口货物 但是进口货物呢 它也分两档 一档是加入WTO 之前我们就两个 一个就是普通的 一个就是优惠的 但是进入WTO以后 相当于是上了桌子了 一上了桌子以后 我们 这个税率形式就多了 有最惠国的 有协定的 有特惠的 有普通的 有关税配额的 还有一个比较 这个紧俏的 就暂定税率 然后这各种税率 是什么形式 您看看就完 怎么应用 也是了解 即可 然后进口的关税税率 说完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出口的关税税率 刚才已经讲了 出口基本上 都不收关税 不光出口 不收关税 连出口这些货物 还要退增值税 还要退消费税 可见国与国之间 是多想把东西 卖到外国去 在这种情况下 出口的关税税率 您看 征收出口关税的 货物项目特别少 主要有少数的 资源性的产品 因为资源不可再生了 比如说一些铁矿石 一些原油等等 要出口的话 我们可能会 征出口的关税 大部分都是不征的 就完了 这是关于税率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 税率的运用 也还挺重要的 什么叫税率的运用 就到底用哪一天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你比如说 像这个洗发水 在我们国内 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有变化 增值税的税率 就是13%的 可能三年五载之内 也没有变化 但是一旦是 进口的关税也好 或者出口的关税也好 它会取决于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如果今天跟美国 掀桌子了 吵起来了 那可能 但凡是出口到美国的 那出口就收关税 而且还收的挺高 或者是美国过来的东西 我就收很高的 这个关税的税率 所以到底是哪天的 就挺敏感的 在国内你看 我们从来不问是哪天的 你只要是 我们在国内 问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洗发水 它就是13%的 只要是食用盐 它增税就9%的 我们就问什么东西 就完了 不管哪个时刻 因为国内的政局 是稳定的 对吧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 这事它不稳定 所以它不知道用哪天的 哪天的可能就会高 哪天的可能就会低 所以一定要界定出来 我到底应该是 用哪天的 对吧 所以大家看一下 关于税率的适用 你看在税率的适用里面 我们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 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 应当适用海关 接受该货物 申报进口 申报出口 至实施的税率 那就是你要申报进境 你要申报出境 那你找谁申报啊 你找公安局申报 没有用啊 你找海关 海关得接受你 这个申报 当天 比如说用的税率 是17%的 或者11%的 那就体现出来了 对吧 所以你看 但凡我们从美国 进来的东西 如果要是遇到 中美关系 特别紧张的那段时间 很多人都不愿意 从美国进口了 因为从美国进口的话 你有可能 你真的那天申报进口 那天 哎呦 那关税税率有5% 变成25%了 所以大家就 尤其搞进出口的这些人啊 他特别关注 这个国际形势 只要跟这个国家 关系不是特别好 你像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 之间他们互相都不能进口了 他们互相都打起来 那还让进口吗 在没有开战之前 他们那个关税的税率 就已经老高老高的了 就是能够体现出来态度 虽然他们都是WTO成员国 但是一旦打起来了 人家不遵守了 那不就找很高 那就是不想 让俄罗斯的东西 卖到乌克兰 也不 乌克兰东西也不想 也不能卖到俄罗斯去了 这个意思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 他一定是什么 海关接受那天 用什么税率 就什么税率 还有一种就是 进口货物 你看这个是进口和出口 这现在说的是进口 进口货物到达之前 经过海关核准 可以先行申报 为什么可以先行申报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从韩国 进口了很多海鲜进来 那我们那个海鲜 是跟着从韩国到中国的 这个船就进来 对吧 而且这个海鲜是怕坏的 所以呢 我们还没有 这个船还没有进到天津港 我们就直接跟海关先行申报 像这种生鲜 是可以先行申报的 我们先行申报 我们申报 到底按哪天的税率啊 那也取决于中国跟韩国的关系 可能晚一天 关税税率就高 可能再晚一天 关税税率就下来了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不能让你 纳税人有一个操纵的机会 所以我们说了 只要你先行申报的话 那么我们就看你 船是哪天申报 船哪天申报 就按哪天 你先行嘛 现在是船一到 我就让你走 让你放行 对吧 后面小汽车啊 家具啊 化妆棉等着慢慢来 你先把生鲜弄走 所以这时候 但凡是进口货物 就进口的海鲜 到达之前 海关核准先行申报的 我们都是应当 适用装载该货物的 船申报 进境之日 实施的那个税率 你把这个文字记下来 这个不会考计算 都考文字形题 所以第一个 刚才说的进出境的 那个海关接受申报 那天 然后接下来 就是提前申报的 你要知道 还有呢 就是进口转关 和出口转关 但凡您听到进口 它最终是进到中国 转关呢 比如说是从天津港 然后又转到了厦门港 这时候您就记住了 它到底用哪天的呢 止运地 因为你是进来嘛 指定到达地 那天是什么税率 就是什么税率 那就是说真正的 该卸货了 所以您看一下啊 说应当适用 止运地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 进口之日 实施的税率 如果依然也是 进口转关 比如说从美国 先到了天津港 然后进口一看 在天津港不能卸货 还得转关 转到厦门港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有事先行申报 你说我是从美国 进口的龙虾 这龙虾可怕坏啊 我得先行申报 可以 您就是再先行申报 也得是这个船也好 这个飞机也好 它申报 到厦门的那天 所以您看 货物运地 止运地之前 经过海关核准 先行申报的 应当适用 装载 这个龙虾的 船也好 飞机也好 它抵达止运地 那天实施的税率 所以但凡是进口 一定是止运地 哪怕你转关 也是最后一个海关 指定到达地 再看 如果是出口转关呢 说你是从厦门 装的厦门港 装的船 但是你是路 途经大连 然后又出到了这个横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到外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起运地 从最早装船 开始走那天 就是出口的 关税的税率 所以您看 但凡是出口转关的 应当适用 开启的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 起运地的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 之的这个税率 另外还有说 经海关批准 实行集中申报的 进口或者出口的货物 因为有一些企业 它是集中进口 集中出口 越越出口 越越进口 它嫌麻烦 你可以集中申报 进口做手续 也可以集中申报 出口做手续 但是你每个月当中的 哪一天进口的哪一批 就应该用哪一天的税率 这个税率 它一时一变 一天一变 所以不能 这个固定一个 在这 您看 应当适用每次货物进境 或者每次货物出境时 海关接受该货物申报 导致实施的那个税率 好 再来看 因为超过规定期限 未申报 而由海关依法 变卖你进口的货物 这就是有一些 这个进口商 它特别的坏 它觉得 因为我们这个船一进来 尤其船啊 船一进来 它就要停在这 就开始往下卸东西 因为船上可能有九层十层 然后每一层上 有各种货物 然后每个货物都有主人嘛 主人要申报 你这些货物进境啊 手续啊 有些人说我不申报 哎 反正老虎又打斗的时候 对吧 这个船先申报 申报完了以后 船停靠了 然后里面的主人申报 我就不申报 那你不申报 你不就是想 等着海关忘了 或者海关累了 看不着了 你偷偷摸摸把东西弄走吗 这就相当于体现了 你超过了规定期限 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我们明确规定 后面给大家讲 船一旦停靠了 就运输工具 一旦申报完以后 14天之内 这个船上所有的货物的主人 你得申报 好 你第18天 你还没申报 你都过了14天了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因为超过了规定期限 没有申报 海关说 你拿我当吃素的 拿我当傻子 你都过了14天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个东西没申报 我给你卖了 卖了以后 把该交的进口关税 我给你扣一下 看见了吗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因为超过规定期限 没有申报 而有海关依法 变卖的进口货物 应当适用 装载该货物运输工具 申报 进境之日 实施的税率 也就是说 装载你这个货物进来的船 也好 飞机也好 他哪天申报的 就按哪天的税率 扣你的钱 那么这时候 大家说了 你怎么知道是14天呢 大家可以跟我翻开 翻开这个14天 您看在哪看着了 在我们的297页 你看超过规定期限 正好在我们基础大通关 下策的297页 你看第5节征收管理 你看下面那个申报时间 看见了吗 申报时间 进口货物 自运输工具 申报 进境之日起 14日内 下一行 向货物 进境地的海关申报 所以给了你们14天 你别在那偷着摸着的 你不申报 你看见吗 超过法径期限 这个我们直接卖了他 然后再看 因为纳税义务人 违反规定 需要追征税款的 但凡是追征 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追征就是你想跑 你不想正经的 去交进口环节的关税 那么追征 我们在这里面 三年之内海关都可以追的 您看一下这个追征在哪里 在我们的298页 你看298页 这个no3那儿 就有一个关税的追征 因为纳税人违反规定 造成少征 或者是漏征关税的 关税追征期 为缴纳税款 或者货物物品 放行之日起的三年内 可以追征 三年内海关都可以 让你追征 三年内海关一刀路 像坏了 发现这个纳税义务人 好家伙他跑了 他没交净总环节关税 那么这时候 他应该适用什么呀 好您看一下 应当适用违反规定的行为 发生之日起实施的 那个税率 你哪天跑 按理说你要不跑的话 你那天就应该申报 你那天就应该交关税 我们就按那天的 关税税率来收 对吧 因为他每天都不一样嘛 如果说 哎呦我也不知道 我看到不出录像来 不知道他哪天跑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按照行为 发生之日 不能确定的 适用海关发现 海关什么时候发现 有什么蛛丝马迹破案了 哎说这个人 怎么没交进口 关节关税呀 发现那天 所以正常来讲呢 应该找你跑的那天 如果要找不到 你跑的那天 就是发现那天 好吧 发现 要是你跑的时候 就能发现 那不就逮个线行吗 有的时候你跑的时候 他没发现 他过后才发现 对吧 所以您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是我们说的 税率的适用 税率适用 归根结底 就是决定是哪天的 看见了吗 都是之日 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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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之日 哎都是到底是用 哪天的 好我们再来看后面 他说 如果是已经申报禁经 并且放行的保税货物 您现在都知道 那叫保税啊 保留征税权的吗 或者是减税 或者免税的货物 或者租赁的货物 或者已经申报禁出境 并放行的 暂时进境 或者出境的货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是需要缴纳税款的 什么情况呢 您看 保税的货物 净批准不复运出境的 这点很简单 保税 我们理解成 保税区 对吧 我们从国外 进来了很多 货物 说在保税区 做加工的 那么这时候 如果一旦要用羊毛 做成了羊毛衫以后 哎 这个老板忽然间想 哎 这个羊毛衫 我卖到上海去得了 你看 你最终这羊毛衫 是没有出去的吗 那你当时的羊毛 近来是被保留 征税权的 那现在要征吗 就这么简单呀 因为你最终的消费 已经在中国了 所以我们 你要早说 卖到上海去的话 你近来这些羊毛 就是应该交 进口环节关税的 对吧 当时你是说 又卖回到日本 我们才给你保税的 所以此时你看 保税的货物 经过批准 又不复运出境了 那肯定啊 你在交嘛 还有就是 保税的仓储货物 转入国内市场 卖的一样啊 就是这个当时说的是 搁到我们保税区 保税仓库 储存一段时间 然后卖到欧洲去 忽然间一看 中国市场挺畅销 就卖了 那你最终消费地在中国 那就应该争啊 再看 减税或者免税的货物 经过批准转让 或者移坐 他用的 后面会给你讲 讲什么呢 就是 关于特殊进口货物 大家看一下 关于特殊进口货物的 关税完税价格 您可以直接先跟我 翻到我们的 第293页 您看 293页 您看293页 就提到了这个点 大家看一下 293页 大家跟我找那个表格里面 找留购的 下边 说予以补税的减免税货物 你看 有海关监管使用的减免税的进口货物 在监管年限内把它转让了 或者移坐他用的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后面就会讲 一个大学 他要是从国外进口了很多教学用的设备 那么我们的进口关税是给你免了的 但是你这个大学自己不好好用 用到第一年半的时候 你就把它卖给了阿里巴巴了 这时候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相当于是曾经被免税的货物 经过批准 你又卖给了阿里巴巴 这时候作为阿里巴巴要不要补关税 要补的 好再来看 说可暂不缴纳税款的 暂时进出境的货物 不复运出境或者进境了 这最简单的就是每年上海进口博览会 有很多豪车就进来了 但是进来的时候呢 跟海关说我们是展览 半年之内就六个月之内 我们肯定还要回到德国去 假设 但是没成想这一展览 第三天就被上海一个富婆给看上了 人家买走了呀 那么这种情况才不复运出境了 所以这两豪车就应该交进口环节的关税了 对吧 你看这是不复运出境了 还有租赁 进口的货物分期缴纳税款的 这个也是需要交进口环节关税 你看 此时他适用的税率怎么应用啊 应当适用海关接受纳税义务人 再次填写报关单 再次申报办理纳税 及有关手续之实施的税率 所以当这个大学卖给阿里巴巴的时候 你看阿里巴巴相当于是 经过批准就卖给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再次来填写一个这个手续 那天是税率是多少 就按多少来交进口环节的关税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海关去补征和退还进出口货物 关税的时候 都是按照前述规定 退还肯定是多征了 补征肯定是少征了 了解一下就完了 这就是跟您说的关于税率的应用问题 就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态度 瞬息万变 所以有的时候来自于原产国 比如说原产国是日本的 原产国是欧美的 有的时候我们政治不太融洽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关税税率每天都不一样 那么到底该用哪天的 是不是就显得挺重要的呀 有时候你运气好 你赶上这两个国家 这两天关于特别好 可能关税税率就下降 如果可能正好你申报进境之日 申报进口之日 他关于不好可能就高了 了解一下这个就行了 您看我们去年在这考了这么一道题目 我觉得挺简单的 下列关于关税适用税率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什么 说因为纳税人违反规定 需要被追征税款的进口货物 追征是什么 你跑 对吧 那么是用违反规定行为发生之日 那么违反规定行为 那就相当于你拿东西跑这天的税率 对不对呢 对 但是如果违反规定那行为 你跑那天我不知道 那就看发泄明日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在这儿的 看见了吗 应当是用违反规定 你不申报你就把东西拿走了 不就违反规定吗 应当是用违反规定的行为 发生之日实施的税率 所以这句话完全是正的 是正确的 再来看 如果是进口货物 是用海关 接受该货物申报 进口之日实施的税率 得接收 人家接受你的申请 这是对的 然后再看 C进口转关 您记住了 进口转关和出口转关 它都有关键字眼 如果是进口的话 叫只运到达地 只运地 那天 如果是出口转关的话 是起运地 您看啊 如果是进口 那是指运地 进口转关 是用转运地海关 接收 那不对 应该是指运地 指就是指定 到达 不能是转运地 再来看 经过海关批准 集中申报的进口货物 适用每次货物进口时 海关接受 每次的申报之日 这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你看 这种题目 但凡您多看几遍的话 也就没问题了 它们正确的 就只能选的是 A B D C是错误的 对吧 好 这个我不给大家留作业啊 你只是自己多看几眼就行了 当然到最后 习题班的时候 到串奖的时候 我再会给大家 再说说几个关键字眼 您看 这里边的关键字眼 但凡说到先行申报 那都是跟着它的运输工具来 但凡说进口转关 那一定是指运地 但凡说出口转关 那一定是起运地 但凡说集中申报 那就是每次 看见了吗 那就是每次 但凡说超过了这个14天了 那就是看工具 那看这个运输工具 但凡违反规定了 那就看违反规定那天 实在没有 就看发现那天 就看发现那天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还有这个卖给阿里巴巴的 说嘛 卖给华为的 这都是 看见了吗 再次 关键词是再次填写 曝光单那天 就完了 好 那么到此为止 我们关于第七章 关税法当中的前两节内容 就算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这两节内容呢 其实都还不是特别的重要 尤其无外乎 就是这个税率的应用 您知道一下就行了 但是真正的重点 是我们的第三节 就是下一讲 进入到关税完整的寄税价格 这是太重要了 这个关税的完税 这个寄税价格 可不能随便往里加东西 你要随便往里加钱 加一万加两万 加的越多 你收的关税越多 相当于是你自己 就抬高了你的墙头 你的贸易比例就增加了 其他的国家就不愿意了 就会给你举报的 那明白了吧 好 那么本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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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